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 移民顧問 上個星期跟大家分享 加拿大人口正式達到四千萬 跟大家分享到大部份是移民的 移民大部份是高學歷 但是年輕 但他們是超過複雜 主要是在餐飲業 服務性行業 在加拿大入不想做的工作 這個星期間引述《Toronto Stat》一段報道 再證實很多移民都有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小時候 三十五歲 他們訪問了幾個移民 他們做不回他們移民之前 在他們國家的工作 有一個在加拿大做了一年的 在學校做《Public Policy Research》 做完一年之後 工作滿了之後 他們就去了加拿大統計局做 他們其實是一個研究者 做不回他們的本行 第二個訪問的 就是《Toronto Stat》訪問的一個讀者 就是他在他的本土國家 做建築師的建築師 因為他沒有加拿大建築師的經驗 他是做不回本行的 所以按照《Toronto Stat》的報道 就是加拿大有太多很高學歷 和高工作經驗的人 他們通常找的工作都是超過關鍵的 除了健康、醫生、護士等 他們來到加拿大做餐飲業 甚至乎做的士司機去維持生計 《Toronto Stat》的記者 叫政府重新審查他們的政策 為何這麼多移民來到之後 就找不回他們的工作 他們再繼續去研究過 就是一大部份超過60%的這些移民 是打算兩年之內會離開加拿大 所以和大家分享下你們的消息 下次再見 拜拜